有一点点约束感 冲干净都不行 你得擦干净 它比飞机餐都难吃 想吃这么多 哈喽大家好 我是海飘里小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的视频呢 都是记录我在加拿大时游的点滴 还有和留学相关内容的分享和介绍 像我的视频可以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 再给大家思考和启发 然后呢让我来讲一下 off campus housing 到底有哪些option呢 我也基本上把它分为两类 一个呢就是homestay 另外一个呢 就是大家在外面找这种 单独的这个房东啊 这种分租房 homestay吧 其实也是一直以来 被很多中介推荐宣传的 因为主打的就是 要快速的融入老外的生活习惯文化 快速的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 对于过去留学生是吸引力非常大的 我当年呢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一无反顾的选择了homestay 但是我住了没几个月 我就搬走了 什么原因呢 我们一会儿再说 先说一下大概的价钱 大概就是在 750啊 800到1200 看你是包餐还是不包餐的 包餐呢肯定是贵一点 不包餐的话呢 相对来说便宜一点的 这个也是要看地域吧 多伦多呀 或者是其他的 哈梅尔顿呢 这些不同的地方 你homestay这个房价 肯定都不一样 那你homestay的这个租房的价格 也肯定是会不一样的 但具体准备一个1000块钱 就是一个月这样的一个 房租应该是够的 然后再说一下 我为什么会 住了几个月homestay之后 就搬走了呢 首先吧 有一点点 约束感 就这种约束感吧 倒不能说是那种灰姑娘 在别人家就是寄人篱下的那种凄苦感吧 但是呢多多少少你住在别人家还是有他们家的一些规定啊 习惯啊你要去适应的 就比如说我当时的那个房东不是很喜欢就是油烟对吧 那做饭的话你就不要插手啦 他们也不想说是火灾隐患呢 你一个孩子就在把我家给点了 我确实有国际旅游商把人家房子给点着的 嗯 这个就是另话了 所以他就说那我们来做饭 你来刷碗 可以啊 好像听上去很不错啊 很公平 但是这个碗呢 真的是太多了 哎呀 每天我就吃完饭 我叫刷啊刷啊刷啊刷 就平时还好吧 对吧 你可以边刷 人家房东在边还瞅着你啊 刷完了 然后厨房就是灶台啊弄的特别干净啊 你要擦干净了之后啊 房东他才能上屋休息 然后你才能休息 所以在这个刷的过程中 一开始还觉得很开心 觉得呀房东在边上啊 看着我啊 我还可以跟他一起这个聊聊天啊 提高提高语言啊 怎么样的 但时间长了吧 就觉得说的就是来回都是那些话 寒暄啊 这样的简单的这种交流 然后时间长了 他就是坐在后面的沙发等我 看我什么时候刷完了 然后过来检查一下 然后他上楼了 就天天这样 天天这样吧 你要说不忙好像还行 但是你遇到一些考试呀 作业多呀 还有你在看那么多晚 有的时候真是觉得 那我等到周末来的一起刷 那但是呢 你要是在别人家住的话 有的时候就不太好意思这样 就不好隔夜的对吧 那所以没办法 你还是要刷还是要刷 那有的时候真是觉得 太多了 好好好心累 还有呢 像我那个房东有一个小的 一个洁癖 他就是用完的一些 洗完澡啊 浴缸啊什么的 你要冲干净都不行 你得擦干净 就擦着跟那种样板房一样 一摸没有灰呀 干爽爽的那种 要不他会觉得有一些 就难受 他自己就难受 还是刚才那句话 你要是天天我没什么事 对吧 那我肯定我也选 我也喜欢利碎呀 我也喜欢干净啊 但是我要真是第二天考试的时候 真的就冲一下就行了呗 我何至于拿一块面 面纸啊 然后麻布子那块 非得要擦干净呢 对吧 哎呀就会有那么一点点的 小的约束感 第二点呢 那就是一个吃饭的问题 吃饭的这个东西吧 就有的时候挺尴尬的 你是选择包餐还是不包餐 有些说很简单呀 包呗 你竟然要跟人家一起生活呢 as a family 对吧 人家什么生活习惯呢 你要适用什么生活习惯 那就跟着他们的这个节奏走 那跟着他们的餐饮习惯走 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天气又是 面包啊 然后汉堡啊 三明治呀 然后凉了一些沙拉呀 包括你中午带饭 哎人家也是这些 晚上是凉沙拉 白天就给你带凉沙拉 然后哎呀 就时间长了 还是觉得 想吃点热服的东西 暖和一下咱的中国味吧 就饮食习惯上确实还是有差的 所以说包餐 它的冰箱里的东西 是可以都随便吃的 但是你就看它那些零食呀 那些即时性的产品 它们有很多这种 半成品 就为什么老外特别喜欢用微波炉 直接割微波炉了几分钟 这个饭就好了 面就好了 但其实 对于我们来说 我觉得 哎呀 它比飞机餐都难吃 所以不太适应 偶尔有好一点像那种鸡块 我真有一次饿了 拿出来烤了20多个鸡块 那你房东也是要要过来找你谈话 那你俩吃这么多对吧 所以这个是有一点点小的不适应吧 餐饮上的一个不适应 那有人说那你就变包餐了呗 那反正吃的又不习惯对吧 你自己做呗 我后来也是试过自己做 但是呢你自己做吧 房东他不喜欢你的肩炒烹炸 他不喜欢油烟 你像呛锅啊 然后你弄个辣的呀 然后味道大一点呢 你螺蛇粉根本就不敢吃这样的 所以就也是有一些 嗯对吧 你还得要适应 而且你做饭的时间也是 你是一起做肯定是不行 分开做你分开吃 那既然分开吃了 我也没有机会和房东说一句话 所以就感觉住在一个房子里面 根本就没有什么沟通和交流了 而且还有很多的小条条框框限制 那我后来我就干脆搬走了 那这个呢也是要因人而异的 要看大家呢和房东之间 能不能相互的磨合 到底合得来还是合不来了 有一些房东还是非常不错的 带大家玩啊 带大家吃啊 有些小伙伴呢觉得他这个房东特别的好 所以建议大家呢在选择homestay的时候 对方呢会给你发一个 homestay的家庭的这个房东的背景 建议大家呢也可以看一下房东的一些学历呀 工作呀 薪资这方面 因为简单来想如果你的房东就是一个低薪阶层 甚至是不工作的 那每个月可能就指着你的这个房租钱来吃饭呢 那这样的房东也估计不会给你吃牛排了 但如果要是一个有文化呀 学历比较高啊 还是一个退休的老人呢 那真的这个隔代亲会把你照顾的非常好 几乎就是把你像孙女啊孙子啊这样的对待 还是有些小伙伴非常喜欢这样的房东的 给大家一个参考 相比于和老外住在一起的homestay呢 另外还有一个租房的选择呢 就是大家在校外和同学一起找这些分租房 大家就是基本上一个house 然后你一间房间我一个房间这样住在一起 这一些房间的价格大概波动范围是在500到1200之间 这个呢它不是包餐的肯定啊 但是这个为什么价钱会有一些浮动呢 它是取决于你住的是不是主卧还是次卧 主卧的话就是你有这个独立被浴 而次卧的话就是你的这个卫生间是要和别人共享的 比如说一个房间里面楼上有四间房 那楼上只有一间是主卧 剩下的三间房是要同分享共享另外的一个卫生间的 那剩下的三间房也要看大小呀 是不是啊这个光线好啊 窗户大呀朝向怎么样啊 来分这个价钱可能会有50或者是100的差别 如果要是在这些啊这个独立房间里来看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在500到900之间 那为什么还有1200的这样的一个选项呢 这个1200多数是指这些大家如果说是我不住house 我在外面住这个住一个apartment对吧 我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分享两室一厅一味一厨这样的 那这样的情况的话房间就会相对来说贵一点 而且那边的condo啊apartment它是不包水电WiFi的这样的一个价钱的 也就是在你租房的价格以上 这些钱呢你还是要另付的 而且你还需要自己再购买furniture 自己再购买这些家具 就非常麻烦 价钱也是非常贵的 但是有小伙伴觉得我不喜欢别人合猪啊 然后我就喜欢一个人住一个像国内一样的舒服的公寓啊 那你也可以花这个价儿享受那样的服务 但是对于刚来的国际留学生来说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首先它就是没有家具 而且它这个contract就是非常的严格呀 然后有可能是一年什么的就很麻烦吧 当然了如果你在当地已经熟悉了一段时间了 觉得这个是你最喜欢的选择 最适合你的话 那也是一个option对吧 如果大家最终选择想在校外租房的话呢 那这里呢有一个网站想推荐给大家 叫placesforstudents 这个网站呢 它其实是在北美这边和美国 还有加拿大的很多college和university合作的 在这边你输入你的学校名称 再输入一些你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要求啊 信息啊 系统呢就会给你找到相应的 能够匹配你所需求的这些租房的信息和房源 大家呢再进一步的联系房东 获取详细的信息 然后敲定核实就可以了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看这边的一些像这个黄叶啊 这个YorkBBS呀 或者是58的这个58同城资讯网 上面呢也有一些房东呢 会po一些他们租房的信息 当然了这些呢都是零散的一些租房信息了 但是呢也是一个查找的资源 而且呢大家到了当地之后 结识了学哥呀学姐呀 那当地肯定都是有微信群的了 那房东群啊微信群啊租客群啊 各个群都是有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会获取更多的当地的 更好的这个租房信息了 对于这个off campus housing这块吧 其实尤其是这个在外独立分租房 一旦有什么问题的话还是大家需要和房东直接沟通的 但是我现在想要建议大家就是不要等到事后再沟通 一定要事前就沟通好 就是提前沟通好 不要等到最后一分钟 这里呢也有几点想要分享给大家的 第一点呢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在海外还没有来到加拿大 没有看到这个房子没有看到这个房东之前就一下子签署了一年甚至两年的合同 有小伙伴会觉得哎呀就跟房东讲 你这个房子我看着不错你给我留着啊 我在这边上学要两年呢 我要租两年我可以跟你签两年的合同 我现在立马给你打一年的钱 真有孩子是这样做的 但是呢不建议大家这样 因为这边的未知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 你可能房子房东人都没有什么问题 房子没收问题但是室友这块出问题了 到时候有一些不可磨合的问题存在的话 那你这两年的合同怎么办 一年的钱怎么办 对吧到时候会很被动 就是不建议大家签署那么长时间的合同 首先呢大家这个专业有可能是有co-op的 co-op结成四个月 你之后就要再搬轴炒地方了 这个千万不要保证你自己能住多长时间 你可以签四个月的 或者说呢你跟房这个房东协商 那两个月可不可以 这边的话基本上你给一个押金 比如说这个房间六百块钱 你先给一个押金 然后再付一个末月的 对吧相当于一千二你住两个月 两个月之后你再决定 你是不是能要继续续签啊续约啊 还是要搬走 那起码要亏也就是两个月 而不会说是亏了一年的钱 对吧或者是你签了一个合同一年 然后你要走 然后房东拿着一年的这个合同说 你看你给我签了一年的合同 你负责给我找后面几个月的这个房客 就第一点不要签太长时间的合同 给自己回旋的余地 然后有小伙伴说 那这样的话那我就 我就不找好了呀 我太麻烦了 我等到当地了 我再找 那有地方住怎么办 我先住hotel 我先住酒店 这个方法吧 其实也不是很建议大家做 因为你想啊 如果一个房间价钱是 比如说我租个便宜的五百六百 对吧我大不了两个月的钱不要了一千二 但是你这边的酒店价钱的话 还是蛮贵的 你可能一天一百块钱 半个月你这个钱就没了 到当地的半个月只兼两周嘛 那你能不能找到合适的房间 也是另外一说了 这边其实你有这个好的房间呀 好的房东租房子 它其实都是提前预约的 不会说到你开学了 两周之后还给你留着 这个呢是最好要提前取得联系 然后去预约的 所以如果你要说我先来这边 我再找 首先时间比较紧迫 其次呢 你这个酒店的价钱真的是很贵 而且这边的酒店也是不方便吧 交通也是公交地铁啊 这个酒店本身 它这个服务也是啥也没有 价钱也是贵 所以不是很合算 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做 还有呢 那你如果要是跟房东定下来了 我要先住两个月的 那建议大家呢 哪怕是两个月 白纸黑字还是要写得清楚明白的 你到底是从几月几号 住到几月几号 交到多少钱 如果你要是提前违约 然后提前想搬走的话 你到底要赔付多少钱 而且你交的这个钱 是要有一个收据的 房东是要给你出去一个证明的 你不能说稀里糊涂把钱交了 的时候房东把你赶出去了 你到时候跟警察都没地方说理 所以呢这是另外一点 然后呢还想建议呢 大家再具体的跟房东 进一步的了解一下 看这个房东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然后他是不是居住在 你所租房的这个城市里 一旦有什么意外的情况发生 这个房东能多长时间赶到 其实这边也有很多情况 就是房东买了个房子 但是呢是在自己居住的 一个小时 甚至是两个小时 甚至是更远的车程以外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 就一旦有什么问题 哪怕你哪天忘了个钥匙 那你有的时候就是房东 也是爱莫能住的 其实这样的房东 其实就没有什么作用 就没有什么这个 对于我们生活中的什么帮助吧 所以建议大家呢 最好是找那些 虽然不住在一起的房东 但是这个房东呢 在出了事情之后 也能够在半个小时 20分钟之内能赶过来的 能帮你解决问题的 就这样的一些房东 他起码会对他出租的房子呢 会有一定的更加的爱护吧 他首先房子的维修啊 管理啊 就会要比其他的 房东不在当地的 要管理的更细致一些 另外呢就是 还有一点是 带着宝宝和小孩子 过来的大龄留学生们 这些留学生们 我相信你们找房子的话 肯定是想要找一个学区房 对吧 这边也是有学区的 对这边不是说海外的教育都是好的 然后你这个学校没有差 学校也是有差的 这个是在我孩子要上学的时候 我也才意识到的 这个学校真的是有学区之说 所以大家在你找你想租 这个离你的college近的这个房子的时候呢 一定要考虑一下 这个学区是不是 你孩子上学的好学校 所以先订学区再找房子 那如何选择学区呢 我之前有出过这样的一个视频 大家呢感兴趣可以猛戳这个视频 再看一下 这里呢就不再追溯了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对 留学生第一次来加拿大 在海外选择租房的几个option的一些分享 也有一些我个人的一些经历的一些小看法吧 希望可以呢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和启发 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驻足和观看 我是海飘里小白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